我们现在学佛方法呢 修的是戒定会 如果说大家通过做功课 学习实践 慢慢磨练自己 慢慢慢慢的 我们逐渐啊 像我们有一批同修 逐渐进入到开悟的状态了 这个时候啊 就达到了一定的定 达到了一定的会 你没有定 他不能开悟 不能感受不起 到了定 自然啊就能够有之后 就好像水面 你如果是波动不平 这个月光是照不下去的 没有这个影子 影子是支离破碎的 如果这个 你水面平了 这个月亮呢 在水面自然啊 就有个影子 自然就掀出来了 所以我们大家 现在这么努力的修行 干什么呢 就是要把我们身心变动的 这些东西啊 慢慢慢慢消除 最终让它安定了 不动了 啊 得定 智慧啊 立即就来 啊 你说这么来的呢 它自然立即就来 因为啊 你这个心 一定就能造出啊 世界的一切 慢慢在生物啊 就能造出这个宇宙啊 内在的原理 一切的真理 在这里 如果我们有一天 进入到他们那个状态了 啊 内心安定 内心啊 啊 头亮 慢慢看佛经一间观念 忽然能够心中有所体悟 忽然明白佛经说的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个开始啊 就走入这个比较深层次的东西了 开始啊 走着入到这个定会的阶段里边了 当然还早 因为到心经还要在波罗 波罗蜜多 在智慧里边啊 要走得非常的远 非常深的时候 才能明白这个道理 不是说呀 你在这里啊 拜拜散顺经 或者开悟一点 就不得了了 差得远 因为我们什么也没做 你界定会得到的力量 你还不会用 不能够改变别人 不能够改变周围 不能够改变世界 你不懂得里边的奥妙 不懂得怎么用 还早 还早 你不能够改变 那么就不得了 你不懂得了 我就是说 是吗 我才能够改变